为了替八仙乐园这次承报意外受伤的患者起伏 五谷区公所原定在7月4号所举办的 亲子儿童剧场的表演活动也将延期了 主办单位也希望民众能够一起为这些伤患来加油打气 八仙乐园承报意外引发效应 五谷区公所原定在7月4号下午7点30分 举办104年五谷亲子儿童剧场龙宫奇缘 公所为了希望能够为这些受到伤害的民众祈福 该活动今讨论决意延期 发生这个不幸的意外事件 我们公所本来7月4号下午7点30分 本来在陈州国小有办了一个亲子儿童剧场龙宫奇缘 因为这个已经办了第三年 以往人数也蛮多了 为了我们为了这段时间 为了去替患者来祈福集气 那市政府也有公文来说 一切的娱乐活动 一切的一些体育活动可能要暂停一下 受到八仙承报意外影响 公所即将举办的亲子儿童剧场活动 未来是延期举行或是停办 公所表示将试状况来决定 那当然这个可能要一两个月以后 我们预定可能是八月底或者九月初的时候 看情况 看他们的情况 我们再来斟酌一下 如果真的要帮我们来重新再来宣传 再来做相关的后续工作 在这次八仙承报意外中 五谷地区也有几名受害者 公所期许大家一起为这次受害的民众打气加油 永佳乐记者五谷采访报道